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守在门口的三个男人换了一波 这次来了四个人 估计是打算就这么盯着他们俩一整晚 竟然连麻将桌和麻将都搬了过来 一边捧着泡面一边打麻将 厂房中间烧了半个油漆桶的火 上头架着零食挪过来的彩火 芸汐的方向对着油漆桶 火关罩着她 总算没有在这透风的厂房里面被冻个半死 芸楚汗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冻得瑟瑟发抖不说 估计是在餐厅里面喝多了奶茶 这会儿正急着要上厕所 那四个人正打麻将打得起劲 哪里有闲情搭理她 我要上厕所 我要上厕所 芸楚汗喊了好半天 其中一个人不耐烦地吼了过来 没空 这里也没有厕所 要么就尿裤子上 芸楚汗顿时憋红了脸 跺着脚挣扎了好半天 越挣扎越是想尿尿 芸汐反而神色放松地 靠在身后绑着的铁架子上 把大部分的重量靠在铁架上 缓解双腿站久了的麻痹和酸痛 她被绑在铁架后的双手 一点点地抓着屁股后面的羽绒服往上拽 她在羽绒服屁股后的衣摆边缘 缝了手术刀了 这个位置最不容易被搜到 就算被绑着手 也最容易第一时间可以摸到 黑暗中 麻将桌头顶上的一盏临时搭上去的吊灯 照亮了一小片厂房 柴火在油漆桶里 噼里啪啦地燃烧着 成了这个夜晚唯一的温暖 搜索了好半天 被扎了好几次 她总算从一摆里面 把手术刀小心翼翼地拿在了手中 如果不是刚刚他们出去拿泡面的时候 芸汐听到了车子的关门声 她也不会想到要在这个时候动手 本来还想着等着绑架她的人过来 看看到底是哪个不要命的 敢对她下手 可这越来越冷的天气 她实在是不想陪他们熬下去了 先把人解决了 让组长A他们过来 比问幕后主使也是一样的 她还省了遭罪了 厂房的房顶是空的 一抬头就能看到头顶的月亮 月明星熙 芸汐只能看着月亮的大概位置 来判断大概的时间 凌晨的两三点 是人最疲劳的时候 四个人打麻将消遣 比起正常人来要更加能熬 起码四点多的时候 才是他们最松懈的时候 芸楚寒被绑着 没人搭理她 还真没有忍住 直接尿在了裤子上 黑夜里冷风一吹 冷得她直哆嗦 这种漫长的煎熬 并不比没有希望的等待 要好到哪里去 芸汐闭着眼睛休息 掐着大概的时间睁开眼 看着还在打牌的四个人 一个两个的连着打了好几个盒钱 她知道时间差不多了 这台开始割断手上的绳子 趁着他们点烟的时候 快速松开 手中的手术刀 在手心一个旋转 她飞快地窜到了 背对着她 防卫最松懈的那个人的身后 一刀子就直接扎在了她的脖颈上 她的动作又快又狠 没有一丝的犹豫和温柔 那狠劲儿 如同杀人如麻的杀手一般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只一刀 就让绑匪下意识地捂着脖子 软了腿了 其他三个人也反应了过来 轰隆一声 推翻了跟前随便搭起来的麻将桌 纷纷朝着芸汐攻击过来 原本昏昏沉沉睡过去的云楚汗 听到了巨大的声响 一个哆嗦醒了过来 一睁开眼 就看到芸汐一刀子 扎在了绑匪的脖子上 那星红的血液 在昏黄的光线里 正对着她视线的方向喷涌而出 云楚汗猛地瞪大了眼睛 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眼睁睁地看着 那一抹利落地躲闪着 其他三个绑匪的身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